HELLO 大家好,我是 M&K Camera 的 FENKI 這次跟大家說說 Leica 的 QE 雖然 QE 出了一段時間,由 2019 年 4 月出了第一部普通版的 QE 接著時隔一年左右,到 2020 年 11 月出了第二部 QE 那部 QE 專門用來拍黑白的,叫做 QE 的 Monocode 到現在 2021 年 12 月出了這部 QE 的 Reporter 那大家其實都是 4700 萬像 用的是 28mm 1.7 光圈的鏡頭 那在外觀上就有很多不同了 外觀上首先就是那個油漆是用了一個露露的顏色的 這個黑色,像是纖維質的物料呢 這個是一個特別的物料來的 這個叫做 Kevlar 的物料 那這個物料呢 是多數用在什麼呢? 航天啦,軍事啦,或者極端環境的時候使用的 那這個 Kevlar 的物料呢,它就防 UV 但是呢,瘦了 UV 的時候呢 它會慢慢慢慢的,會變了接近機身的顏色 就是一點點綠色的 那其實這項東西呢,我也很想知道 所以呢,我特意買了這部機,照一照它 看看它什麼時候會變成綠色的 如果你覺得普通的 QE 大家都拿著 好像不想跟它們一樣 那這個版本就適合你了 因為一個獨特的綠色 配上一個原本是黑色 遲些又會變色的物料 一個 Leica QE 的 Reporter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有一件事我覺得又挺有趣的 其實很多出名的記者呢 他們是特意選 Leica 做他們的一個攝影的工具的 那時到今天了 那 Leica 又出了一部叫做 Reporter 的機 給一些記者 或者是給一些記者做一個致敬 那當然啦,如果你不是記者的,都可以買的 如果這麼久呢,你都沒有接觸過 Leica QE 也都想知道 大家的 QE 到底他們拍出來的照片的質素是怎樣呢 那現在帶大家去看看 到底 QE 拍出來的照片是怎樣 去片 聽真的嗎 在電視頻的照片 最後一瞬間 在電視頻後 一些文道 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